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娘惹炸鸡的做法 首先准备半着鸡切成小块 再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小块 两根香茅切成小段 八粒红葱头对半切开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搅碎鸡里 再放入两片风干叶 然后把它搅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入到鸡肉的碗中 再加入两勺咖喱粉 两勺麻油 一勺蚝油 一勺胡椒粉 然后把它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 把它放入到冰箱 腌制一个小时或以上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一块一块的放入鸡肉 用中火慢炸 把鸡肉炸至金黄色 大约需要10分钟左右 炸至金黄色后 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 先把它沥干油分 再把它装入到盘中 香喷喷的娘惹炸鸡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炸鸡 外焦里嫩 非常的好吃 酥脆可口 香味不比 做法简单又容易 临失败 如果你喜欢 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